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电视机前的观众在一起聊聊关于这个微博的粉丝量啊 不知道这个电视机前的各位看官 你们的个人的微博粉丝量是多少 就我看啊 我觉得 普通人吗 普通人吗 对 粉丝如果超过了1000个 很不错了 好好庆祝一下哦 朋友人员应该吃一顿喝一顿啊 但是呢 应该请大家吃好几顿了吧 我也是有一点点 但是跟很多演艺群的大咖来比呢 还是少了很多啊 他们动不动就是数十万上百万 最近在这个千万级的粉丝量 这个微博人群当中 又多了一位 对 他就是张志玲 那为了庆祝自己的微博粉丝量 达到了1000万啊 他非常慷慨地晒出自己儿子的照片 他以前从来不知会这样做的 因为他非常保护小魔童的这个肖像权 对 那我们都没看过这么可爱小家伙咯 对咯 赶紧来看看 好 为了庆祝微博粉丝过1000万 张志玲于近日大方晒出了儿子的照片 小家伙美与之间和老爸虽然是有几分相似 其实这并不是张志玲的儿子 第一次和大家见面了 早在录制歌曲反斗起兵时 张志玲就大方晒出了和儿子的合照 不过福利只有这一次哦 小家伙客串微博嘉宾到此为止 最后还会继续放吗 不会了 2000万的时候放吧 算了 乔张志玲这空投支票开的 这个忽悠大了去了 那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